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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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靈異前線 這個地方我必須說 這種主題 已經非常非常久沒有拍攝過了 因為在台灣這樣的主題 真的不多 至於這個是什麼地方呢 我相信大家看標題就已經知道了 沒錯 它是一個監獄 至於它是什麼樣的一個監獄呢 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帶你進入這奇幻的世界吧 這個 就是我今天帶大家來的 一個 相當 少見的一個主題 看到這些東西了沒有 好 我相信大家已經知道了 這個是什麼樣的地方 而這樣的地方呢 我們一般人平常想來 也是沒有辦法的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的嗎 監獄 然後這是大通鋪的 然後這上面有很多英文的一些介紹 這個地方為什麼都寫英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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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簡單 complain box 因為這個地方都是關這些外籍的移工 對 那當然這些外籍的移工之外 還有一些是大陸的陸配 簽證過期了 卻還一直留在這個地方 不願意離去 然後這個應該是以前放鑰匙的地方吧 其實說真的齁 目前類似這樣的主題 我只有跑過兩個 一個 那這是第二個 看很多海外 他們 監獄是很多 可是在台灣 我曾經是去過一個 然後這是第二個 那之前去的那個是關228 那個白色恐怖的一些政治犯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是關外籍勞工 移工的地方 這個就是那些 那個移工他們 被關押的時候 要用馬桶 有些東西還留著 那當然早期在偷渡很多的一個情況下 這裡聽說也關了不少人 而這個地方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又有什麼樣的過去呢 我 我在這個地方 來 告訴大家 至於這個地方 為什麼會廢棄 其實 純粹是要改建 跟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因為這樣的一種地方 其實廢棄也很多 但問題是這個地方坐落於鬧區 開發起來成為一個觀光景點的話 效益絕對會比它四個金魚來得更好 所以它廢棄了 而在廢棄之前 關押這些外籍的偷渡客 移工 外勞 當然 當中 也會發生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 有一些外籍的移工 他們 在家鄉 借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想來台灣 把這些錢賺回去 交給這些黑心的仲介公司 但誰曉得 來這個地方 不但沒有安排好他們的工作 跟簽證之外 還害他們變成黑工 那當然 警察看到 抓到了 就把他們帶到這個地方來 等待著遣返 當然有一些人 再加上欠下的巨戰 錢沒賺到 人才兩師之後 他們只能選擇 在這種地方 結束自己的一生 而 因為 這個樣子 也讓這個地方 有了許多 不可思議的故事 產生 至於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下一節再告訴你們 好 聽完這邊的故事了 對不對 其實我必須說 這麼大一個地方 只有 我一個人 確實還蠻 恐怖的 然後 這裡還有什麼 收容人 就用熱水殼盤洗 對 還要控管水溫 然後這個地方 都是 那個 馬桶啊 但是這個是大通鋪 那 去 我那個朋友講說 大通鋪的大部分都是 受壓 男生比較多 因為男生比較不會有 遜青上面的問題嗎 對 當然聽說 真正的監獄好像也是會有 對啊 然後這就是給他們曬衣服的地方 然後這應該以前有個鐵門 但現在應該都拆掉了 被他偷去賣了 剛剛那邊有單獨房 那這邊呢 什麼都沒有 而且這地方你看 鐵窗封得死死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雖然他附近還挺熱鬧的 可是我必須說 你找到這裡面來 那個氛圍完全不一樣 而且空氣有一種冷冷的感覺 然後你看 樓梯 他就直接在這邊封起來了 上一樓是關女生的 而上一樓也有不可思議的故事 其實男生都還好 你看這每一層都用這種鎖起來 柵欄鎖起來 但女生呢 因為有一些女生 來這種地方 工作 不像男生有時候只是做鼓勵 有一些人來這個地方 做的是一些色情的工作 花了大把銀子來到台灣 結果到最後 什麼都沒得到 還要被遣送 再加上又借了一大筆 欠了一大筆債務 然後這裡還有巡邏箱 那假如被遣送的話 對他們來講 等於是 彼此還要痛苦 然後呢 他雖然不大 可是每一隔間在這邊 我必須跟大家講 在這某一間當中 有發生過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根本不知道是哪一間發生的事情 因為門都沒有了 然後鐵門上面還有鐵絲 Oh Jesus I'm so sorry 對 還有鐵絲 但是 相當不可思議的一個空間 我這個會 這一層樓 我會掃得比較仔細 為什麼會比較仔細呢 因為很簡單 最恐怖的故事 就是發生在 這一個走廊當中 ABCDEFG 不是每個外籍勞工英文都很強 但是英文很強的 通常都是菲律賓人 因為台灣其實有印尼的 也有菲律賓的 泰國的 越南的 那這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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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背後剛剛 有一個不知道 踩到什麼東西的聲音 又有了 很小聲 從我背後發出來的 就像我剛剛腳踩到那樣的聲音 踩到紙匠的聲音 好 至於這個地方 在這裡 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蒼狼 又有什麼樣的故事 我現在 就來告訴你們 這裡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其實 我有一個粉絲 他是做替代一點 那當然他也有到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 幫忙 而且 講這故事 那變得沒有什麼聲音 好像剛剛這裡有人 關門 跟敲門的聲音 可是這地方 我剛剛常看的 一個結果 就是 沒有門了 這一個嗎 可是他灌得超好的耶 他灌得超好的耶 很緊耶 我不知道 好 繼續講我的故事吧 剛剛碰到這樣的一個意外差距 我必須說 還蠻刺激的 尤其是 他這個屬於在高樓層 我要逃出去 我必須要再下去 四樓 我才能出去 等於說 我已經被 關在這個地方 好 那個替代一他說 他在這個地方幫忙的時候 曾經發生了一件事情 剛剛有說到一些移工 萬念聚會的情況下 自己準備了一些東西 就在這個地方 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當然是三根半一大都睡著的時候 當然很快也被發現 可是救 也是救不回來 這種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他說那個牢房 到最後都沒有人敢做 當然有些新來的不知道 他們就把他塞那個地方 可是問題是 做沒多久 大家都哭哭哀求說 幫我換牢房 要不然就是趕快把我遣返 不要讓我睡那間牢房 那 他們就開始去 查這樣的一個事情 最後發現 那個 在這邊上吊 要自殺的那個 一次是女性 的鬼魂 據說 還徘徊在那個地方 然後 因為他上吊 舌頭什麼的 那表情都會很恐怖 他晚上 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腳在睡覺 這樣躺著 他的頭 比如這個手 他就貼著你的臉 這樣子看著 尤其是同鄉的 特別嚴重 像是越南的 他就這樣看著 然後嘴巴 然後不知道講些什麼東西 這個樣子 然後呢 騷擾到每一間牢房的人 都受不了 不是每一間牢房 那間牢房 睡在那間牢房 都受不了 最後趕快都離開 趕快撤離 聽說他們要把他封起來 但是因為 數量太多 沒有辦法 還是讓人家住 最後 有貼了張符 可是呢 問題是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廢棄了 符也不見了 是不是 就 把封也給解開了 然後 有人來的時候 因為這地方 其實未出鬧區 很多人都跑過來探險 常常會聽到什麼聲音 你知道嗎 痛苦的 哀嚎聲 哭泣聲 甚至 在走廊上看到 一位女性徘徊著 可是呢 三更半夜 單獨一位女性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覺得不合理 當然還有沒有其他故事 還有 只是他跟我講的這些 剩下的故事 我看看能不能用器材 來跟他們做個詢問 告訴大家答案 好 聽完故事了對不對 每一間是空的 我相信 我相信 大家應該知道 為什麼會每一間 看這麼仔細 然後 這就是我剛剛 講故事 聽到聲音 的一個地方 這個門真的很怪 剛剛有聽到那個 關門的聲音 可是問題是 什麼東西都沒有啊 這一個比較外面 應該是那給工作人員警衛睡 什麼 或行李庫房 然後上面就是那個 往這邊看 有聽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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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從這邊傳過來的 敲了鐵欄杆的聲音 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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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的一台 才是石頭 剛聽到好像是這樣的聲音 樓上上不去不可能有人 但是剛剛的聲音 比這還要更清脆 這家的照片 這什麼 不知道 好像是什麼報紙之類的 OK 只是拍一個環境 就碰到了很多怪事情 那 最後兩間 看看 看 看完做Ending 空的 空的 到底是哪一間 這裡有廁所 這都賽衣服 對吧 空的 空的 好 那 好 現在我勸了 老房的部分 就到這邊為止 拍完今天的影片 其實 這地方你說它恐怖嗎 蠻恐怖的 雖然我從頭到尾都是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我跟大家講 這是監獄的四樓的一個樓梯間 而且剛開始到一半還聽到怪聲音 那 我要說 當然 在台灣的 薪資來講 對於某些 海外的外籍移工來講 是很算滿高的 尤其像說菲律賓 我以前在菲律賓待 那些當地的菲律賓人 一個月領的薪水在台幣1萬多塊 在台灣隨便賺到2萬多塊 當然他們會前撲後繼的想要過來 可是 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菲律賓人他們可能到工廠 因為他們懂英文 可是有些像越南的 什麼的 他們懂中文 然後呢 又長得滿漂亮的 所以他們常常會進到一些黑店 按摩店 去做一些性教育之類的 那當然 他們也是很辛苦 每一個人 都為了無斗命而遭藥 這個我不能否認 因為現實社會總是要錢 但是我希望 大家 有一些事情 不是錢能解決 他並不是萬人 就像這些人 花了錢來這個地方 最後他客死意小 我相信他們內心一定是很痛苦的 而這些痛苦化成了強大的怨念 好 至於更多的部分 明天 透過器材 我們再來 了解更多吧 好 我是顧商的親民 今天環境的拍攝 就到這邊為止 非常喜歡大家觀看 千萬別忘記 明天的溝通片 拜拜 拜拜 我發現他的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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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